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去输他的对不对 林成风你说话呀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报警 不要 这是你欠我的 我要你还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有了 我从朋友那儿得到消息 彤彤是私生子这件事 是赵国哈传出去的 我怀疑这个人 一个人坏事做多了 会有报应的 最可悲的是无辜的人 也会遭到先礼 这是我的家事 你这个外人 别在这里管闲事 我是他的律师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们不要吵了 让我安静一会儿 有消息了对不对 有消息了对不对 在他们手上 要你准备一千万美金去赎人 报警了没有 你先回来 绑匪说如果报警就撕票 我们不能冲动 一千万而已 我们给得起 就是因为我们给得起 绑匪才敢这样要挟你 这是错误 童童被谁绑架了 把电话给我 我来说 如果我们妥协 那岂不是以后 谁都敢要挟我立中楼 马上报警 童童被谁绑架了 他们要多少钱 是有人打过来电话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他们都打电话要紧了 还查证什么 你会给他们钱的 对不对 童童的命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对不对 童童现在在他们手上 万一他们打他 欺负他怎么办 不会 他们只要你的钱 不是要他的命 你会去赎他的 对不对 李整风你说话呀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报警 不要 如果报警 童童的生命 就会受到危险 给他们钱吧 你有钱的 钱是身外之物 没有什么比童童更重要 给他们钱吧 你是有钱人 给他们钱吧 有钱也不能这样给 否则以后谁都可以管我 立重谋要钱 难道 难道你不要童童了 那你费尽心思打赢官司 有什么有什么 他是你儿子 他是你的情深苦肉 你不要干净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被我说中了对不对 我 童童果然是你报复我的工具 就算我立出梦 再冷酷再无情 我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儿子 好 你果然是以理以为重 你不救 我救 我救我 这是你欠我的 我要你还我 我 你千万没见 我父母还真不孝 这生命是你亲手签的字 你不会不认账吧 你最好想清楚 收了这张纸票 你再也没有资格见到童童 我只要童童平安 喂 立刻报警 童童被绑架了 还要找人追踪电话来源 我等会儿把电话记录传给他 要不要我找朋友帮忙 不要 立刻封锁童童失踪的消息 不准让任何媒体报道 还有 找人上午见识 我要这个消息封锁才干干净净 好 我立刻就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